大家早安 今天1月7號 禮拜天來到早上的7點19分 其實以上的部分 來看到是桃園腳板山的梅花園 其實現在都已經陸續開放了 整個梅花是非常的漂亮 而這整個園區將近有300株 現在花已經都開放了 陸陸續續有不少遊客 已經到這邊來參觀了 現場真的是非常漂亮 那麼其實這一兩天 還有舉辦梅花祭的相關活動 如果您還不知道要去哪裡的話 今天不妨來腳板山走走囉 那麼來看一下今天會下雨嗎 定量降水預報圖的部分 其實透過圖我們就可以看到 因為東北季風的影響 所以桃園以北以及東半部的地區 今天都會有局部短暫雨 因此請記得要攜帶雨具備者了 至於在中南部部分的 還有這個離島 澎湖 金門 馬祖 則是都是多雲到晴的天氣形態 那來看一下現在的溫度 各地現在又是幾度呢 我們來看到是現在台北和宜來 大概都是落在17度左右 那麼花蓮台東恆春19到21 另外要來看到的是 新竹部分15 台中15 嘉義到高雄13到15度 離島部分呢 馬祖金門11 14度 澎湖是18度 其實整體來說 今天北部及東北部的天氣 會比較涼一點 高溫大約只有落在18到20度 整天都是濕濕涼涼的情況 東部和東南部21到23 中南部24到26 尤其中南部日夜會溫差比較大 所以要留意溫度的變化 適時增添衣物不要感冒了 來看一下明天的接下來 未來一周的這個溫度趨勢 其實呢接下來一周會冷嗎 明天上班上課的時候 清晨還是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所以北部和宜蘭天氣會比較涼 其他地區仍然是早晚會冷 不過在白天太陽出來後 東北季風就會跟著減落氣溫回升 不過呢您看得到了10號的時候呢 也就是下禮拜三 又會有一波大陸冷氣團來報導了 所以北部跟東北部的天氣會轉冷 一路呢就是會冷到大概禮拜五的時候 禮拜五之後呢 禮拜六大陸冷氣團出去減落氣溫才會回升 那麼一樣來看到接下來一周雨勢 其實明天呢因為還是這個有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所以因封面的桃園以北還有東北部地區 都會有局部的短暫雨 那其他地區呢其實是多雲到晴 不過9號也就是這個下禮拜二開始 您就可以看到了這個台灣 大部分都會有下雨的潛艇發生 除了中南部地區 那麼最主要就是因為華南雲雨的這個 已經往東移動 所以降雨範圍再擴大 北部地區呢會下雨 中部東北部地區以及南部山區 也都會有局部的短暫雨出現 那麼周三和周四呢 這個水性呢會稍微減少一點 所以呢各地大多數轉為多雲到晴的好天氣囉 不過呢到時候因為迎封面東半部的地區 還是都會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出現 最後呢這個小叮鈴要來提醒大家的是 今天北部和東北部是轉為濕冷的天氣形態 最冷呢有可能會下降到12度左右 那麼其實中南部則是日夜溫差會比較大 所以呢在降雨的方面 那在這個桃園以北還有東半部地區 都會有局部的這個下雨情形 所以出門要記得帶雨傘囉 那麼下周三開始 其實又有這個冷氣團要來報導了 到時候又會明顯再變冷 所以天氣變化多端 要請大家要注意保暖 以上天氣資訊提供給您 emma 快點 很快 這家裡 我會想吃 我們有什麼頭暗摩 好